我们看到呢最近传出了 总统参议文将在520卸任之前 会特赦前总统陈水扁 消息出来之后呢 现任立委也是前 陈前总统民间医疗小组的召集人陈钊兹 他表示说要适时才能够评论 而且他期待的是能够除罪特赦 而不是外界所传闻的除刑特赦 他也证实了陈水扁对这样的传闻 只是淡然的回复一句 毫无所惜 要是适时你才能评论 如果只是媒体的一个传说或测风向 那我觉得我也不希望说 如果他真的有这个想法 那如果测这风向好像大家又怎么样讲 然后他又打消念头也不好 如果他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你这样问我 我也不知道从何回答起 不过你是个时机 赖总统也可以做 那蔡英雄总统也是剩下 大概十来天的时间 他可以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虽然觉得对他是应该是好的 但是我要求的 我们期待的是除罪特色 就是说这些是政治事件 我到今天仍然坚持 因为就违反了法学ABC 无罪推定 程序正义跟蓝绿同个标准 那其实陈东东也把他的政治先进 分给他很多同事 其实民进党好友们 一个人怎么会把污来钱分给别人 这个用随便想一想也都知道 特色法里面是有分两条 一个是除刑 认为你有罪 还是你除刑 面刑 那上他已经俯很久了 俯很久的 两千多天的牢了 第二个就是除罪 当年陈总统在 我说杨如门谈总 他也是除罪 当年李登辉在处理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也是除罪 除罪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一个除罪特色 总统本人没有太多的回应 但是他的确回了一个毫无所惜 我也不知道他是绝望 还是说他也不能跟我一样吧 他也不能仰赖传说吧